吃飽了 比較有情形 好來 這兩天 很多的媒體 正相在報導 還有今天我們 我看到我們議會的議員 很多個議員 也在關心我們逢甲 這個福新路 從福新北路到逢甲路 這一段的改善人行 人行空間的部分 看起來是應該是相當成功 包括很多的媒體都來報導 那為什麼會覺得這一段這麼重要 因為這個逢甲商圈是國際型的夜市 但是常常會被國外的遊客 或者我們的自己其他縣市的遊客 來到這裡逛夜市的時候 發現我們對行人是不友善的 那當然要改變這裡真的還蠻 蠻有技術性的 所以我必須得跟我們交通局 跟建設局的同仁謝謝他們 當然這個也要謝謝廖偉翔立委 他當時去年在選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要做路面刨鋒 那路面刨鋒只是一般的路面刨鋒 還是照原來的計畫要把停車格 什麼都畫上去 就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這條道路呢 平洋新疆是我在前年底 去年初的時候做質詢 我把所謂的人形改善的空間呢 利用藍帶跟綠帶還有我們的這個 從秋紅谷沿著這個藍帶的部分 串了一個珍珠項鍊 希望再走回秋紅谷 這個計畫呢 其實我很認真講完兩次 我還特別送給我們的秘書長 建設局長 交通局長 還有我們的水利局長 跟我們的都發局長 這幾個呢我都送了 還有我們的黃副市長 這個計畫呢 其實我很認真一個一個送 後來我發現好像效果不大 市長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我送給他們以後 他們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沒有拿出來看 他們基本上是就是有議員講的 沒有一個統籌的單位來做一個整合 當然這個部分呢牽涉到交通局 建設局還有都發局 包括水利局 因為他有利用到河道的部分 那所以呢這個看起來呢是整合 那如果市長你有心要解決 把我們台中市的這個人形地域的空間 改善完以後呢 這是台中市的首選 是一個標竿 如果呢大家認同這個 也希望我們市長跟黃副市長 你有收到我的計畫書給你的 拜託你們真的組成 我們把這一段做好 那真的是功德無量 那我為什麼要講到這一段呢 其實我送給了各局的 但是呢在這一段 要刨風的時候竟然沒有改善 只是純粹的刨風 當下廖立委趕快阻止這件事說 那不行喔這刨風下去不知道多久 才可以改善這裡的交通 所以馬上就找了交通局跟建設局的人 去現場會看 這個交通局那個我們的科長 周科長很聰明 他呢幫我們想到用什麼方式來解決這裡 第一個我們沒有縮減所謂的車道 第二個沒有減說我們的汽車的停車 摩托車的停車格 第三個我們改善了人型的交通 我們人型的友善的交通行人網 然後呢我們沒有用到所謂的旗樓的問題喔 因為現在旗樓福星路那一段其實幾乎是不通的 可是呢你跟老百姓已經講不通旗樓是誰的 所以呢我們乾脆不利用旗樓 真正的行使從這裡改善起 當時我還是要謝謝那個包商 因為包商去年如果年底完成 他就很快就可以拿到工程款 他也認為這個是社會責任 他認為說這樣如果大家有集思廣益 把這個地方呢想出一個好辦法 解決完的時候呢他也覺得他與有榮焉 所以呢他也把工程延緩 然後我們經過建設局 經過交通局幾個局的各單位呢來去研討過以後 設計出這樣的方案出來 執行完以後得到很大的迴響跟好評 好原來我們的馮甲商宣最近呢 可以對於友善行人去逛夜市的人是這麼友善 連推輪椅的連那個娃娃車都可以通行 所以呢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包括我們的議員還說欸而且那要不要到現場去會看 我們要看看你們那邊怎麼執行的 可以得到那麼多的好評 所以呢這個是好事 那市長我要講的是說 當時呢如果沒有建設局跟交通局的來議員 解決 помог 충業 然後是開會挺破的 因為他們看到了 想成了 要認識那個 Christina 教育 感染